2004年初春的一天 鹤州市八部区李松镇的一处小丘附近人头传动 不久之前 一个工人在操作挖掘机施工时 看到地里有火花蹦出 村民间传言 地里挖出了宝贝 据说的当时沟的时候是有火花 那个沟其实很好奇就下来看 一看它就有一头像它说像个乌龟一样的东西 挖掘机工人意识到 这可能是一件文物 他马上向李松镇派出所报警 将挖掘到的这件青铜器暂存于派出所 李松镇派出所的民警高度重视 玄机致电鹤州市博物馆 经过简单的现场清理和鉴定 鹤州市博物馆馆长胡庆生认为 这是一件西州至春秋时期的青铜涌钟 涌钟 先琴青铜打击乐器 合瓦型结构 它的每个结构都有专门的名称 为方便演奏时悬挂 在顶面五支上有一条长涌 因此而得名 李松镇发现的这件青铜涌钟 保存完好 高41.7厘米 重10.89千克 枪体较宽阔 有圆柱形中空短涌 五部宽广 满是奎龙纹 正反面蒸布 左右各有三排长眉 一排三眉 共计三十六眉 古部室有云纹 一个刻于蒸面的人物形象 立于云上 它张开双臂 身着薄衣 手臂上若有纤细羽毛正在生长 它用神秘的行为和神态 构成了这件泳中的主体纹饰 与人文 关于与人的最早记载 建于《山海经》中 与民国在其东南 其为人长头身生与 秦汉时期 修仙之风盛行 人们将道士称为与士 认为身上能长出羽毛 便是修仙有成 主宰仙寿的巨献 直接将羽人与仙人画上了等号 既是仙人 便能长生 历代文物中 关于羽人的刻画并不少见 它们时而翱翔于云天 时而出没于仙庭 时而又游戏于人间 不论是凡人修道成仙 还是自然诞生的神秘生物 可以看出 在仙民眼中 与人都是渴望成为的对象